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要求 一個排攻擊的排長 他的偵查要做三次 對 他偵查 就排長自己本身要做三次 所以我們現在拿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排攻擊戰術 來回來看這一場攻擊 他做對了什麼時候做錯什麼時候 就是根據 如果是按照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準則的要求 就是一個排攻擊之前 那你一定會針對你的目標開始去做偵查 那你偵查 最好排長本身也有參與 而且美國海軍陸然要求偵查要三次 白天一次 晚上一次 黃昏一次 為什麼是這三個時間點 因為這是三種戰場上不同的 不同的攻擊場景跟攻擊戰術 白天的 你白天看到對方的陣地 跟晚上是看到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晚上 那你要標定啊 因為你不一定是只有白天攻擊 你晚上也可能夜襲啊 所以當你在形成你自己本身的戰術之前 那你是不是要去看過 而且海軍陸戰要求不能只看一次 你要看三次 白天一次 黃昏一次 晚上一次 那黃昏的目的是什麼 黃昏的目的就是 他的視野介於白天跟黑夜之間 但是他是在一個 就是你必須要用白天的 因為夜間攻擊有夜間攻擊的完全一套的流程 那白天攻擊有白天攻擊一套的流程 黃昏是一個比較尷尬 黃昏也等同於下雪或下雨這種能見度不佳的 因為在這種情況底下 你是按照白天的攻擊流程開始跑 可是視野並不如白天那麼好 那這就有很直接的影響 就是你一開始有 開箱有問的一個問題 那我的設計我會不會打到自己人 你在白天你可能很清楚看到這棵樹 然後你會要求 第一般你們的設計就是 角度不要超過那棵樹 你的左邊不可以超過這個樹 因為這個樹是尖兵前 這個樹的左邊就是尖兵前進的路線 那你白天看得到這棵樹 那黃昏能不能看得到 你黃昏如果這棵樹看不清楚 那你下這個命令有下跟沒下一樣 因為他一定看不到 所以老師你現在拿這個來 比對剛好就是這樣子沒錯 集結區攻擊發起位置 然後車子跟步兵戰車 讓人家下來的位置在這裡 對他在這個地方 然後攻擊發起線 攻擊發起位置在這邊 步兵戰車是在這個位置 因為他已經在這個在 他已經往前推到攻擊發起線 這叫LOD 就是攻擊發起位置可能 就是離LOD 可能會有500公尺 600公尺的距離 那這一段 坐車是命好一點 你如果徒步的話 其實對徒步隊形其實還有要求 所以進來之後 這就是我們剛看到的 從攻擊發起線開始 這就是尖兵跟D5 對他要往前衝的 然後D25 對他要往旁邊繞 這叫迂迴攻擊 這很標準迂迴攻擊 就是他在正面吸引火力 然後 這邊就是你要 排長你要把你的 你的我們講File Base 就是你的火力基地擺在什麼位置 這個擺錯 但很顯然的 我們剛剛看到烏克蘭的那個攻勢 他的火力基地就是 就是 裝甲運命車 那裝甲運命車是會跑的 跑了怎麼辦呢 如果排長叫不回來 那 你馬上就失去正面壓制 敵人火力的能力 那 所以 他的迂迴攻擊就是剛剛 您看到的 還是包夾嘛 他已經形成了一個包夾 對 那 特別解釋叫最後控制線 這是Final Control Line 就是 這條件一般人比較不知道 就是 你在規劃一個排攻擊的排長 你一定要畫這個 這個叫做Final Control Line Final Control Line的意思就是 炮兵 跟你自己本身的空中資源 的火力線不能超過他 就是你只能打在這裡面 因為接下來這個線之外 都是我們的人 所以你不能打在這個線之外 這是給友軍的 你沒有畫這一條線的話 就亂打一頭 你也可能在跑的時候 就被自己的炮兵打死 或是被自己的空軍炸死 所以這個線很重要 那這個線 美國海軍陸戰隊的要求 這個線要盡可能接近你的目標區 你不能把這個線畫到這邊 那中間這一段怎麼辦 沒有掩護了 對 不是是會被自己人打死 會被自己打到 你會被自己人打死 然後你這個 你再畫 為什麼排長要先到現場去限定 看就是畫這個 對 因為他要去畫這個 他除了畫這個線 以為他要去畫這個線 他畫這個線 他不是地圖上畫而已 他要去看這個線有沒有可以辨識的 比如說 左邊有煙囪 因為飛行員在上面嘛 他沒辦法拿著你的木地圖 所以你必須要 你這個線 通常我們都是依據 比如說 河的左邊 或者是工廠的右邊 你必須要有一個可辨識的 所以這通常都是在 就是剛剛老師講 那三次偵查的時候就已經完成了 對 就已經畫好了 對 你三次偵查 其實就是為了要把這個東西都處理 你沒有偵查 你去怎麼畫這條線出來 那所以我如果我成功突破的話 我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工作 就是一定要通知說我已經突破 沒有你突破 你無線電 要跟他們講說我已經突破了 不是 因為你在攻擊的時候 這個 Final Control 9就會失效 就你突破了 當你越過Final Control 9 其實你已經近距離 應該是說你越過這條線 其實你攻勢就已經成功了 上級給你的目標就是這樣 就是 我們知道一個攻擊有兩種嘛 一種就是抵達目標位置 另外一種就是 要 要 摧毀或 摧毀或殺傷 在目標位置的敵人 那你已經到這個地方 你的成功就已經一半了 所以趙教老師這樣子 如果拿這個美國海軍戰隊排攻擊戰術 回頭去看那個烏克蘭的攻勢 他其實沒有做錯 他沒有做錯 他戰術跑的都是對的 只是他沒有火力 但這個 就是讓我 為什麼今天特別花這個時間講 烏克蘭的戰術就是 烏克蘭的訓練是OK的 他的人員也是OK的 可是烏克蘭現在在戰場上 他面對很多的掙扎 而這些掙扎他會讓 比如說你是一個排長這樣子 位置的排指揮官 那 你在規劃這個公式的時候 你要什麼東西缺什麼東西啊 可是你還是得要去執行這個公式 所以這個是我們現在要去理解 那我們為什麼說 現在的戰局其實 對烏克蘭會越來越不利就是 就是你有良好的訓練 或者是你有 勇敢的士兵 對但是 你沒有辦法完成一個 一個 合理的戰術作為 這就會 會讓你的傷亡會速度 累積的速度會非常非常的大 老師我最後問你一個問題 這是海軍戰隊的排攻擊戰術 那像是比如說像是俄羅斯 受蘇聯影響的 排擊戰術也是這樣子嗎 也差不多了多少 世界各國都是這樣 對 因為這個是經過這麼多戰場 戰爭打下來 就連我們台灣 我覺得啦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 對排長的要求也差異不到 就對一個排攻擊的要求 程序上面的要求 就我漏 我不是漏掉 就是我省 因為我們時間關鍵 我們沒辦法講太多細 但是我只是想要 在這麼短的時間 讓大家有完整的 一個排的攻擊 應該要如何去進行 如何去規劃 就以往我們很容易看到 很多大的戰略 很多大戰略的書 或很多其他 都會告訴你很多策略 但不太會有人去告訴你 像一個牌這樣子的 所以你是一個排長 你帶著這麼多人 你在戰場上面 你是需要非常非常多支援 比如說你的上級 你的連的支援 你的贏的支援 你才可以生存的下來 才可以完成一次的攻擊 而不是你很勇敢 這沒有用 你拿了個步槍就往前跑 因為事實上一個完整的攻擊 你覺得訓練一個牌 完成這樣子的 就很簡單 你也不要去應付什麼突發狀 你把自己手上的工作做好 牌裡面的擊槍手應該要怎麼跑 尖兵的班長應該要怎麼跑 不要打自己的 那我在什麼時候應該要呼叫支援 那遇到什麼情況應該 應該要叫誰趕快去替補那個位置 你覺得這樣子一整套跑下來 需要多少時間 你說一整個牌集啊 一個牌集喔 就一個牌能夠完成這樣最基本的 需要多少時間 起碼要一兩個月吧 三個月跑不掉 三個月以上 好那你在可以跑這個牌的攻擊之前 你還得先完成什麼 單兵五級的班級的 你班級你一個班都跑不好 你怎麼去跑一個牌 好一個班的班攻擊要多久時間 你才知道你在這個班裡面的角色 起碼要半個月一個月吧 對啊 那加起來就多久了 好那我們現在EUV的時間是多少 四個月 頂多做到排攻擊 不是 四個月的兵你把它丟進來跑排攻擊 我覺得我如果是排長我就瘋了 因為他連位置他都不知道啊 所以這就是問題嘛 就是一個軍隊 一支軍隊的戰力 為什麼跟他的訓練息息相關 是因為訓練才能夠讓你把這些東西串聯起來 真正的形成戰力 訓練不是拿槍打靶 就是300公尺你可以百八百重 但是你丟到戰場上面 你的這項專場 除非你是狙擊手 不然這項專場沒有用 還不如能夠聽得懂命令 知道應該在什麼時候 應該在迂迴的時候 你在邊迂迴你要邊cover你前面的人 還有你在邊迂迴的時候 你不要跑到別人的火力的前面 這些東西可能還更重要 但一個平民 從沒有任何知識的背景 到可以去理解 然後可以跑完這樣子的流程 這個都不是簡單的事情 你還光是講到說他知道怎麼跑 還要克服比如說他心理啊恐懼啊這些 對那些我們都還沒有要求 都還沒有要求說你是在砲擊的狀況底下 那遇到砲擊的時候你原本預計你應該這樣迂迴 結果你遇到這邊不能迂迴 你卡在這裡你怎麼辦 對那你能不能往回跑 事先有沒有協調 排長有沒有在預化裡面做second plan 就是如果你沒有辦法前進的時候 誰會去救你 那誰的火力會支援你 那這個都是要事先先約定 所以沒有那麼簡單 排長也不好當啊